全國東廟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中 即時解盤節目 來到你我相偉30分鐘的一個時間 面對台股 今天大漲再創波段新高 你還不曉得如何布局 第四季業績成長肌肉股的何妙 現場的空間專線當然是開放者 0255825266 暫時為你服務30分鐘的時間 大盤今天當然很漂亮 大漲了141點 創下波段新高 8864的 前波高點 8757是不是一月過了 所以這就是多頭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之前告訴你 要看支撐不要去管任何的高點 任何的壓力 因為壓力都會被突破 這你看到的一個現象 所以從7203以來到今天為止 我都告訴你有波段的空間 可以波段操作 有沒有Bingo 7203到今天 8864 漲了1600多點 那這個回檔修正 我不是告訴你要大膽買股票 沒有一次有例外的 所以之前很多人說 1萬點跌到7203 跌了2800一點 彈個0.382 8300是壓力 8300被越過了 會告訴你0.5 8600壓力 現在的8600被越過了 現在有人會告訴你 彈到0.618 8900是壓力 任何的壓力都會被突破 我會告訴你 8900它一定會被站上去 今天那個指數呢 已經來到8864了 所以呢 創下波段新高的格局 它的涵力很簡單 第四季的年底大作戰行情 相當的可觀 趕快跟上來 真的很好賺 真的很好賺啦 每年度最好賺的一季 就是第四季嘛 整個台股 上禮拜 回檔五天跌250天啊 當天指數 8503嘛 打到月薪是不是叫支撐 拿到支撐要買啊 親愛的觀眾 我說這次的台股比上次更強 還記得嗎 上禮拜打到月薪收腳指跌 這禮拜打到月薪開低走高 兩天的指跌訊號 不用比上次強 上次還跌破月薪啊 打到8059 我說它在右空啊 你有沒有下去布空單 你去做空的到今天為止 你一定大賠啦 不可能賺錢啦 不要吃人說夢話 趨勢的一個力量 告訴你做多才會賺錢 上次假跌破月薪 右空 嘎空 上禮拜五 打到8503 這當然還是一個買點啦 所以整個一個指數呢 今天來到8864 非常的漂亮的一個格局 希望投票 你要做對方向 不要去拆高點 不要去預設任何立場 你可以預設立場是 一檔股票當然回檔修正 難道支撐趕快做買進 多頭看支撐 多頭看支撐 今天最強的一檔指標性的個股 聯巴哥 301 親愛的觀眾 這一次的聯巴哥 上禮拜 至少有兩位同妙來問我聯巴哥 我給你們的操作信 你還記得嗎 我說聯巴哥今年度的業績 當然會比今年度稍微衰退 大概衰退個10% 那以他的EPS來換算一下 衰退10% 今年度的聯巴哥EPS 可能是25塊錢左右 那本利比算一算 來到250 叫做10倍合理本利比的投資價值 我上個禮拜五之前 我有沒有告訴 來問我的聯巴哥的那幾位觀眾 250附近大膽買 最好買點 上禮拜五 10月30號 最低249.5 我有沒有這樣跟你講 250 你就可以開始操作聯巴哥了 我不是四頭放炮 因為對於上禮拜 來問我聯巴哥的這幾位頭沒有 可以幫我做見證 其實我之前就分析過 聯巴哥的一個長線架構了 8月份 我說 股價來到274已經進入超跌段了 長線買盤已經進來了 8月4號 因為股價跌五成 已經說才摔退10% 不合理超跌 8月4號最低274嘛 那我說過長線還會再漲 因為長線買盤已經進去了 長線還會再漲 8月24號 跌到254 長線買盤再度的進出 我說接近10倍本利比 合理投資價位已經浮現了 250 用EPS25塊錢來計算 10倍本利比就是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買進的位置 250 250 記起來 我講了N遍了 如果跌到250以下 那當然要大膽的做加碼動作啊 所以9月份 他曾經漲到280 我說目標價長線還沒有到 聯巴哥最近的一個併購 相當的一個驚人啊 併購雷臨城市利益嘛 就是為了對抗紅色的供應鏈嘛 那這一次的一個紫光 帶出一個合併的消息 對聯巴哥當然也是一個加溫的現象 所以整個聯巴哥 今天股價 然後303啦 有沒有再度的創下波段的新高 所以上禮拜 有來問我聯巴哥的 應該要掌聲鼓勵一下吧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講的 上禮拜他回的時候 我說250你就會買 對不對 最低剛好打到229.5啊 事前的分析 如果都可以讓投票一再做印證 那接下來第四季的行情 該怎麼掌握 請趕快跟上來 行情他不會等你啊 行情不會等你 一當股票如果錯過了就錯過了 你只能把握住最有效的一個進場點 所以今天聯巴哥既然可以強攻上漲 我們當然今天會佈局一些IC設計股票 你想知道看一下盤後的節目 好不好 因為盤中有時候講太多 主管機關又會來叮嚀說 不可以講得那麼清楚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今天還有什麼IC設計股可以佈局的 看一下我的盤後節目 自己去問一下我們的展業就可以了 那台股今天大漲 哪要波段新高 那你也知道大漲的時候賣股票 比較輕鬆容易獲利 所以今天台股大漲 我會適度的調節一些股票 那我也告訴過你多頭行情 它會輪動輪漲 我們也會買進一些股票 包括買進的IC設計 所以對於我們的操作 就是掌握住目前盤面的特色 哪一檔股票發動了我帶你買 上去的大家喜歡抽熱鬧 我帶你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的資金當然要轉進下一檔 第一世紀業績成長的基流股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只是說那個操盤的節奏性 你有沒有辦法同步來掌握而已 所以對於政黨利豐 我從245開始買 那漲到10月8號高檔獲利賣出 賣在284 這一趟賺了39塊錢 10月8號賣掉 它有沒有下來 連續跌了7天 你不敢買 我可以大膽跟你講 每天開高走低黑黑棒 你怎麼敢買 但是如果你高檔284 有跟我賣過一趟賺了39塊錢 我告訴你259結尾你就會結尾 為什麼 284到259 差了幾塊錢 差了25塊錢 你怎麼會不敢賣 10月8號284賣利豐 賣完之後是不是下來 下來到月線支撐位置附近259結尾 10月10號不是259結尾嗎 24號告訴你 月線你家拇指轉折會向上 21號還會再漲 還會再漲 沿著月線來操作來加碼 10月26號是不是在月線位置附近 260加碼 上禮拜三提醒你 它會沿著月線走高 它會沿著月線走高 259 260都可以買 所以這禮拜一呢 月線依然有所助長的利豐 275還在買 當時9點46分告訴我們會員 277以下就買進了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275 通常你去對時對價 275的利豐這裡掰還在買 買了之後就工漲停了 接下來呢 賺了31塊錢 259接回嘛 禮拜290啦 這樣是賺31塊錢 那賺了31塊錢之後的一個利豐 昨天沒什麼動 但是我告訴你今天是關鍵 你昨天有沒有看我盤後節目 對利豐的基本面我不再論述了 那技術型態的操作 第一段賺了39塊錢 第二段從259接回260加碼 沿著月線往上走高 那昨天雖然沒什麼動 我昨天盤後節目已經告訴過你 今天是關鍵 我提示你什麼事情 今天利豐 其實不管他有沒有過高 我都有可能站在賣房減碼 我是不是要這樣跟你說 所以今天利豐 我只觀察一個重點 因為做股票就是一個規劃嘛 就是整個一個流程嘛 我會告訴你關鍵 代表我們低檔買的 我們準備出場 那什麼樣的位置適合出場 他今天如果創新高之後 300乘數關卡有站上去 其實是不用賣的 但是如果300的整數關卡沒有站穩 今天就要做調節 所以今天利豐早盤 最高有302 但是沒有站很久啊 沒有站上去 那就要減碼 按照我昨天給你們規劃 做減碼動作 今天9.09分利豐 300沒有站穩 296賣出 09分 09分的股價297啊 你去對時對價 297站在賣幫 昨天告訴你是關鍵 今天是關鍵 我昨天排到節目已經告訴過你了 不管今天它有沒有創高 我今天要賣它的可能性相當大 因為我已經預計好停利點在哪裡了 做減碼就是這樣啊 它跌到什麼位置可以接回 它漲到什麼位置要賣出 事前的規劃按部就班 我相信兩階段的獲利相當驚人 第一趟賺了39塊錢 第二趟 259接回今天297賣出嘛 259到297這樣多少 算一下 這樣多少 297到259 大概26塊錢 還是 36塊錢 38啦 算數有點不及格 因為太高興了 所以你看到兩階段的獲利績效 大概是77塊錢 259啊 第二趟壓回 月線位置附近259接回嘛 我還沒有跟你算加碼單 對 加碼單不要加碼過幾遍啊 259接回啊 260加碼 沒有錯吧 那這禮拜275買進了 我也沒有跟你算啊 我們就算一個最基本的一個 基本單一個績效就好了 259買進啊 今天297嘛 一張是不是38塊錢 38加39 現在觀眾 77塊錢耶 你買個10張就好了 買個10張喔 買個10張大概 平均成本大概花你260萬好了 因為前面一波是245嘛 所以大概260萬算260萬啊 10張花你260萬 你跟我操作兩趟 可以創造77萬的利潤 這就是多頭行情的特色 很好賺 我沒有誇張啦 我們跟你算的績效 就是我們會買進的跟賣出的 相減之後的一個利潤 我們不是跟你算最低跟最高的 沒有啦 你要看的是一個完整證據 流程 所呈現的一個績效 這樣也不太對嘛 所以整個立方 今天創高之後 按照我的規劃 因為我昨天就告訴過你嘛 今天是關鍵啦 關鍵來了 300沒有站穩 297就賣 今天大概沒有什麼跌啊 今天292.5還OK啊 但是該賣的位置 你就跟我做八檔 這樣你資金才有辦法活用嘛 沒有資金 在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不能建立檔 要一檔買一檔嘛 不可能啊 賺完一檔再換一檔 就是我們可以帶給你的操作績效 所以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不用客氣 等一下廣告中的一個諮詢專線 可以先跟我們助理做聯繫 問一問我今天到底買了什麼 IC設計的股票 好 現在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投顧 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神明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覺一切草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味床 骨船滴基金 是零膽固存的 營養健康 好吸收 而且很好喝喔 沒罐骨船 都沒有新婚禁耶 還通過這麼多項 品質認證 是骨船滴基金 讓我們都健康 華陀福元堂 各大產品 全面優惠促效中 來電洽詢資訊專線 0800-001-860 0800-220-369 歡迎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同樣還有任何的一個 齒骨上的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自己打電話進來 新北市朱小姐你好 朱小姐有在線上嗎 喂 請講 老師啊 你好 我請問你 那一支的光環 光環 喔 今天有去到210 你有賺很多錢嗎 這支啊 這支公表你有賺很多錢 九十八 九十八 不錯喔 賺2萬塊 很容易耶 現在要打電話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 好 好 你現在可以把電視 整個小聲的 蛤 電視整個小聲的 聽電話來 我的聲音這樣比較清楚 喔 這樣比較清楚 因為這支很重要 要跟你講一下 好 電視聲音關小 因為現在的光環 我給你講一個重點 現在稍微看有量價倍率 量價倍率 這個意思是說 你可以先走一段 怎樣 因為你賺2萬塊 已經算有夠多了 好不好 這麼久了 還好啦 你賺90塊 應該是賺多月而已 對 一個多月而已啦 我告訴你 今天有量價倍率的現象 可以先賣一下 清楚嗎 好 這樣有清楚啦 我以前賣你的費用 謝謝 謝謝 今天有還要回來參加 我現在比較多月了 你看 比較多月了嗎 比較沒有 信息看得不清楚嗎 是 沒關係啦 你如果說 你願意再跟我合作的話 我可以叫我們的戰略 幫你 比較優待一下 好不好 跟我們業務 稍微保持聯繫 光環你如果有賺錢 今天量價倍率 你可以先走一段 好 OK 拜拜 好 那整個一個操作面 股票 要趕買就要趕出 我們的操作經營相當果斷 目前行情703到今天為止 已經8864了嘛 漲了1600多點 我相信這是多頭行情 我不用再任何的一個贅述了 因為看圖說故事 創破斷新高 這不是多頭 難道是空頭嗎 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7203以來到今天為止 告訴你 有波斷的股票可以操作 一檔股票 像華漢 為什麼我們可以從5月份 沿入一個操作 到今天為止 為什麼 對於它的基本面 我們追蹤的相當透徹 每個月 營收都往上成長機油股 有低點我會帶你買 你來看一下 5月份 我們開始操作華漢嘛 5月20號 洪家軍的股票 工業電腦機器人嘛 前4月營收成長兩倍以上 對我帶一下基本面 那6月份告訴你 5月營收是不是繼續成長176% 7月份呢 你看到6月營收是不是繼續成長149% 8月份呢 7月營收是不是又繼續成長113% 所以有低點都可以買啊 你看到這個80 58 40 都是我們之前操作的績效 老同學應該很清楚 會員也是一樣啊 這是之前操作過的一個績效啊 有低點要買啊 你看7月營收是不是成長 那9月30號 我買華漢同時 8月份營收繼續成長133% 繼續成長嘛 每月都在成長 9月30號來到月線站在買幫 月線是支撐啦 很重要的一個超盤一個均線 所以現在很多檔股票 你如果當然他有測試月線當然可以買 但有些股票因為現在盤已經上去了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 接近月線支撐你就要買了 因為盤是越來墊越高嘛 所以股價也是越墊越高啊 所以整個操作的一個均線 9月30號的華漢告訴你 月線站在買方了 9月30號買在308嘛 買完之後有沒有衝高 10月12號359賣出啊 這樣10張51萬耶 10月12號359賣出啊 這個一個流程同樣很清楚嘛 我怎麼買的 我們給你會員的訊息 有沒有給你對時對價 我怎麼出場的 我們給你會員的訊息 有沒有給你對時間對價格 這就是51萬的一個操作績效啊 低檔買高檔出啊 那賣完之後股價很像整理 很像整理 我說他很強 為什麼很強 9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從5月份到現在為止 每月營收都在成長 9月營收創新高 而且年度成長率102% 所以呢 強勢整理的格局 因為業績太棒了 該接尾就接尾啊 我賣在359啊 對不對 那上禮拜五呢 是不是又打到月線了 橫向整理打到月線 我告訴你 這禮拜有機會表現嘛 所以上禮拜五的一個華漢 你就要跟我買了 最後的買點啊 那三百五啊 上禮拜五啊 強勢整理來到月線支撐的華漢 三百五附近買進 對不對 10.59分告訴會員嘛 經過兩分鐘 10.01分股價在349.5嘛 我問你對時對價 三百五附近一定買得到 最後上次的機會 我告訴你 我就告訴你 該接尾就接尾了嘛 那接下來 三百五 這邊都有三百五讓你買啊 買完之後呢 禮拜 漲到三百五五嘛 那禮拜是沒什麼量 沒有錯 但是補個量就會創新高 補個量就會創新高 這我禮拜給你一個見解嘛 結果呢 昨天華漢有沒有補量 三千多張啊 盤中漲了七八啊 有沒有看到 七點八八以上啊 昨天 有沒有來到383 那上禮拜我要不要買 買了禮拜 我告訴你 這禮拜有機會表現嘛 華漢啊 那禮拜五是不是三百五要買 買了禮拜 這等到三二五嘛 補個量 昨天有沒有創新高 昨天來到383啊 那昨天這樣的一個高低點 當然有一些架差動作 這個我盤中就不用講了 好不好 我只要告訴你 昨天出現這樣一個新天亮 代表華漢 他沒有那麼快結束 好不好 他沒有那麼快結束啊 所以今天華漢的股價呢 是一個上漲的格局嘛 所以對一檔股票 不管是基本面 長期的一個追蹤 深入一個探討 所帶給會員的一個 正面操作計較 我相信這一檔股票 從五月份開始操作 你等一下賺得翻過 不管是八十五十八四十 還是這一次的操作 都一樣 太迷人的一個計較 我們是從五月份開始操作的華漢啊 我每次做華漢 每次都賺錢 有沒有 你應該看我節目 應該也很過癮啊 至少你看我節目 你操作華漢也是賺錢啊 為什麼 昨天來到383 從五月份 開始操作的華漢 不管你買在什麼位置 你應該都賺錢啊 因為昨天來到波段高嘛 這就是你跟我合作的好處啊 我選的股票基本面 相當的棒 真的是天氣啊 很用的意思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中立的陳太太你好 陳太太 你好 你好 怎麼樣 我買那個雲層 雲層是不是 對 好 這一檔雲層 會不會回到28塊 會不會回到28塊 好 我們來分析一下雲層 28塊當然是目前短期不會來 好 那整個雲層 目前股價 這個平台啦 目前還守住 所以看你怎麼想啦 如果你覺得它平台守得還不錯 那有機會往上攻你就可以留 至於你說你的28塊會不會來 短期是不會來 我先這樣給你做論述 好 OK 拜拜 好 那 今天 這一檔 力旺 表現也不錯啦 IC設計的股票 今天最強當然是聯巴哥 聯巴哥會帶動IC設計的表現 所以我們今天有佈局的IC設計的股票 我先跟你透露一下 那詳細內容 你可以看一下盤後節目 這一檔力旺 我們對它的一個長線架構有看好 非常看好 為什麼 電子錢包刷卡晶片的一個立網 它有一個黃道刷的功能性 你看到6月18號 它衝高 進錢不高再賣一趟 當時我賣在483 還記得吧 高點我帶你拔檔 賣在483 賣完之後股價是不是回檔修正 修正嘛 這都是賣點喔 那都做加差賣點 還記得嗎 當作大販之中1萬點都要7203 483有賣 做完加差之後 8月25號250 我們有做接回的動作 那250會不會是大破端的賣點 目前來看當然是啊 這是我之前抓到的高點跟低點 我先跟你講 250 就這個位置啊 低點我有抓到 那這邊當然有做了一些加差 那我這禮拜有跟你講 另外站上月線 有機會走波段走勢 另外站上月線 有機會走波段走勢 所以禮拜一的禮拜 9點40分站上月線 340附近買進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399 同樣你對時對價 禮拜一 如果你知道 我告訴你站上月線的一個禮拜 有機會走波段 禮拜 禮拜你要跟我買 買在340 禮拜二昨天 漲到348 今天力旺股價 目前幾塊錢 357 357 禮拜一的操作 340可以買 今天357 又賺了17塊錢呢 這個行情好不好賺 我相信投票你很清楚 還不知道如果掌握第四季 年底大做賬的 請你馬上跟上來 把握一下 明天同一天再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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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mare 請購買 人民品 沙才 請益 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定达特固 02 2781 0909 022 2781 0909 人生一死人打拼 但要去世界国地走走的时候 可能也较没带领去一行 世界主人遗散DVD